四大家族啊 现在四大家族怎么讲呢 老白家老魏家 还有那个老刘家 已经被秘密的 被接到这个 大家看新闻了吧 被苗来 已经接到南伞 在空军基地给保护起来了 然后把家产90%捐给了苗来 就是这样的 刘阿宝呢 装疯卖赏 装疯 现在网上看就是已经疯了 同盟君也说他是真疯 但也有人说他是装疯 为了保命 也是把钱都不要了 都捐了 把所有的家底 都给同盟君了 我估计很简单 保命呗 这个时候我觉得 刘阿宝还是聪明 装疯我觉得 刘阿宝 绝对如果他是装疯 保命捐家产 他聪明 起码他真能活下来 你上去 咱就给他扯淡 他也说句话 咱也不是说 可是造谣 你看老白家 老魏家 还有那老刘家 那三家 现在 说是保护他们 明昂来 因为那是拿钱保命 你把所有的家产啥的 你都捐给这个军方了 是吧 给明昂来拿钱 慢慢炸这儿 把你钱都炸干之后 你放心 就得肯定的移交给他们了 移交到我方 卖个人情 你想想 如果是我 我也这么干 你放心 过河就拆桥 血沫就杀驴 明昂来啥人呢 对不对啊 当年咱说 你们了解历史的昂山宿地 那是不是他的第一大贵人 没有昂山宿地 就明昂来这种人物 在他当地军方 他能兴起什么浪潮 怎么能当医把 当老大 对不对 最早咱说用这个级别来评的话 顶多也就是个团级干部都不到 副团级干部 现在成军方老大了 结果呢 他后来干了啥呀 他不照样的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是不是把王爷的苏季 全力给人家卸下来了 还给人软禁了 K队员区 早就解放了 但是有可能 那些人还在 换个名 也许还接着在干 这个面说 肯定不能再叫KK了 再叫KK 太张扬了 真的 反正刚才就就这个局势 我个人观点 真的 刘阿宝 大家可以看历史 就这样的 我觉得刘阿宝是个最聪明的人 你们看过名史吧 当年那个静难之役之前 是吧 那个时候 朱棣还没当皇上呢 燕王朱棣 对不对 提前得到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马皇后去世了 等于善立之手吧 直接回来 跑回南京 来祭奸 祭奸他的母亲 结果不就有大臣在底下都没话错话吗 所以你在边疆这么远 消息怎么传到的 就是说你母亲去世的消息还没到 你就回来了 那说明你在南京已经安插了暗线 你居心伯特 你有造反的嫌疑 这有在深圳 所以说你看后来 朱尹文 是不是就把他软禁起来了 但当时也没有杀他 但是肯定起了杀心 你们看过历史 周地是不是也在装疯 活屯鱼 天那个王府里耍 是不是 和猪圆里跟猪抢食吃 啥都干 把猪粪都吃了 到最后 一看真疯了 这好多太监回去了 来了天使 好多太监拿回去跟朱尹文汇报 真疯了 后来朱尹文还亲自带着贴身的太监 还有贴身的大臣 过去了一看 这一看这燕王真疯 给放回天津了 后来回到天津之后 咋样 朱尹是在猪圈下边 挖了隧道 在底下天天打造兵器 发动静难之意 把朱尹文赶走了 自己登上地位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刘阿宝 倒是不至于咋地 但是我就觉得 刘阿宝这个装疯 为了活命 这个跟当年的 朱尹来讲还真得挺像 朱尹来讲还真得挺像 朱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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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尹